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所謂》 繼續是有馬二 繼續是開河馬仔 不太說話 我們還有一個嘉賓 嘉賓請介紹 大家好 我就是今天的嘉賓 就是《機動魔神》 大家好 聽見一個這麼有霸氣的名字 當然 大家都想知道《機動魔神》是哪位呢? 每年都去動漫節 我們每年專欄也好 即場報道也好 通常會幫忙 我們有馬兄會來拍照 你自己有份的 你不要說得不關事 我們先介紹一下《機動魔神》的背景 之前說一下 為何要講到動漫節 大家都知道動漫節每年有個同仁區 同仁區就不是很大的 同仁區 應該只有兩行 他夾著創意地攤在旁邊 通常會被人扔去主舞台 接著會被人投訴 那些人一開始播出就無法走過去 那不緊要 如果早上播出的時候 跳跳芭蕾舞那些 通常都夠位 一定有芭蕾舞的 你不用怕 問題重點是晚上 逐一場 就得到水舌不通 逼人 那時候才被人投訴 當然 今年就有點不同了 因為 變成了一個 Creative Paradise 第一屆的創天綜合同仁制 在會展展覽中心的Hoffee 有兩天 如果沒有記錯 26、27日 其實他有寫的 一個屬於同仁 由同仁支持 為了同仁而設計的 發表平台 你的支持必不可笑 之後看回這張海報 那我張海報 大家看到一位 穿著比堅尼三點色 黑色的 雙馬尾的女生 就是有馬尔最喜歡的款 關她什麼事 有馬尔很喜歡雙馬尾的 關我事 我喜歡穿和服的 你弄錯了 不好意思 當然 大家看到這位女生 後面有很多花花 還有很多海水 那這位畫師 哪位呢 就是今天我們請的那位 機戰魔神 太好了 太好了 EVOC選這個 大家在不同的網絡媒體 或者Facebook 看到EVOC 有關的宣傳海報 其實那個畫師 就是今天的嘉賓 是的 我們很榮幸 因為我們跟機動魔神很熟 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剛才也介紹過自己的名字 其實我也是香港的一位 土生土長的同仁寺的畫師 有幸今次就受到 同漫節那邊 負責人的邀請 去幫忙或宣傳海報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一下 還有希望大家喜歡 我想問一下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些漢板娘雙馬味 通常這些都很必殺 不是 我想打斷 先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的名字是為什麼的 哈哈 你問了很久 這個不單止是 我相信 有興趣 因為其實我 由這個名字出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朋友 即是我本身認識的朋友 都會問 我拿這個名字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要澄清 那不是完全是 我自己想出來的 那事源是怎樣 其實是我以前小時候 就有玩Online Game 那我懂得見過一個人 其實就是用這個名字 那不是我 所以我要澄清 不是我 一會兒被他聽到 即是斬我 也很像 如果我這樣說 其實我看到這個名字 我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本身 都很喜歡 機械人 這類題材的作品 自己都會有畫開 其實 再加上 好像剛才都說過 我都喜歡玩一下 機戰 那些東西 很有這種感覺 我很喜歡 於是我就借了來用 這樣 是的 說起來 我昨晚看到一個 PSN account 叫做 JP account 不是 叫Japan account 遲些會不會有一個 畫師的名字 叫做 日本 account 哈哈哈哈 不會 我第一次想到 是想到這件事 真的 因為見到這個名字 這麼奇怪 有人改的 那不是 起初我也以為 因為我認識 《機動魔神兄》 其實都兩三年 我講一下 怎樣認識到 《機動魔神兄》 香港U有一次 搞一個叫做 Cosplay Party 就是這個 11月 他們每年都會搞的 動漫聚會 除了Cross 可以在何花池 香港大學那些 拍照的地方 即是在孫松山拍照之外 但是 我們每年都會有一個 同仁活動 還有一個叫做 場刊比賽 之類的 是的 每一年都有一個比賽 剛巧那年 我第一年 玩的時候 撞到一個 《機動魔神兄》 那年魔神兄 每年都有去參賽 我記得你 正確一點 其實我是第二屆 他們開始舉辦這個比賽 的時候 我就去參賽 但之後每一屆 我都有去支持 是的 《魔神兄》 我記得每年都不是 亞軍的冠軍 所以我們看到 那次剛巧 大家都去拿獎 見到很多次 我去跟魔神兄 揚手 吹吹吹 吹吹 大家 合作起來 結果就認識了魔神兄 我起初以為 是否機動警察家 這個魔神英雄傳 我起初還以為 創解山 當然 最後 我也認識了 《機動魔神兄》 《機動魔神兄》兩年 其實 也很開心 見到魔神兄 今次 《CP》 第一個 雙馬尾 雙馬尾 非常好身材的女生 原來是由她的北下出來 已經想問 《魔神兄》 為什麼要一個雙馬尾 貌似 非常青春笑蟻 而且非常好身材的女生 有什麼靈感呢 首先 我接到委託的內容 沒有去到這麼精確 要求上面 其實很簡單 她只是說 希望有同人的感覺 至少 你都要有一些繪畫的元素 有個人在畫畫 第二樣 就是 《夏日》 她給了這兩個關鍵的要求給我 然後 其他地方 我都很感謝大會那邊 讓我自由發揮 好像剛才 她提過 提雙馬尾 都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動漫民屬性 另外 身材 每個畫師的要求 或者她們的喜好 都不同 這就是我比較傾向的方向 所以我選擇 用這個形式去表達 《夏日》也很具 什麼 什麼 沒有 我簡單說一下 如果大家未見我 其實如果大家聽這集節目 可以去回 無雙的Facebook 都會見到有關圖 或者最簡單 搜尋一下 Event Creative Paradise 都會找到 如果你說 過人而言 你不要管有沒有得罪 直接說一句 其實那些位置 有一些光暗位 大家簡單說 具體一些說 簡化版的 白寶避人或者心奇 沒有人有少許相似 頭髮那邊都有的 眼繪方面 又未算很細緻 其實會有 簡單的 所謂本土童人的感覺 但是你說 又未去到 一種 如果你說 用黑豬白豬 或者楓林那種 它是會跟楓林差不多 但是 如果你可能看黑豬白豬 可能覺得黑豬白豬 比它更複雜 但是如果你說 大家在那個 拿的方法其實是不同的 所以其實不可以直接拿來對比 那些人都是很喜歡的畫 對 特別是 那個手 那個 應該是山茶花 還是山楓 我不確定 那種花 那種花是甚麼 都是那類的 那種花的 那個作品 那個 其實是 那個是偏番向自爆 那個人 他畫以類花的感覺 唯一你可以挑剔就是 可能說 他比堅尼純黑的位置 就真的比較純黑 那對比一下 那個髮色的光感 可能就會差一點點 背景方面 其實都相似新奇那邊 那大家可以當回 如果本土可以做到 剛才兩位 超大首級的 七八成 其實都算是一張 非常不錯的套 是啊 所以你看 我現在叫人分析了兩分鐘 其實我都是 看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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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容易了解 不要緊 出節目那天 我同時再出多 另外一張 新奇畫的 夏天類似的設定圖 我都可以給你 嗯 其實都頗下入表 還有 頗有 大家想想 這個同仁的感覺 因為他正常拿著 本 Sketch Book 我這樣說 雙馬尾民屬性 大家都覺得 是 很殺死 當然 先說 不如先說 Creative Paradise 因為始終 今年的同仁節 跟去年不同 因為去年同仁區 其實開足五天 雖然說 行細細 場的最左面 通常都 對啦 其實有時候 有些人都救病 好像把同仁區 踢在一邊 好像不是太過 看起同仁 但今次 都不可以這樣說 很近Bandai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又是 我們要重過一句 當然 今年 做一個 創天同仁制 亦都 有說 都會類近 日本 Comicat 有多期待 問一問 魔神兄 站在我自己的情況 來說 我真的會很期待 期待度很高 如果你給我分 十分 我會去到 八、九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在大會那邊 就我現在 有限 所知道 他會嘗試 將日本的 comicat 文化 帶來 香港 互相交流 大會 大會那方面 跟我交代 精神 除了他給委託我 他也有簡單的 講解一下 他本身的理念 活動的理念 其中一個很強調的地方 就是剛才我講過 很希望可以跟日本那邊的comicat 有個交流 將精神帶回來 所以在具體來說 他們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 嘗試去爭取一個機會 就是讓日本那邊的同仁組織過來 跟香港的同仁組織一起擺檔 我沒有記錯 如果錄音當日 其實已經有少少消息出來了 就有四個有關的同仁組織 確認了會來 即是和香港的交流 是啊 其實都不乏一些 一般向 或者是四格向的 一些很著名的大手 但問題是 其實之前都日本同仁組織來過香港 其實他這個不是第一次 沒有人說他是第一次 但是他是官方 去做這個聯繫 去做這些事情 應該就是第一次了 是的 因為其實都這次 為何說這麼期待呢 就是因為 真的好像想把日本那種comicat 那種文化 真的好像想 真的押下來香港 但你說 最期待日本的文化 我期待見到的是 人籠控制的那個牌 即是怎樣 那些是自發性的 即是 牌有公司有個牌 我只是舉例說企業區 純粹 但問題是你拿著那些人 是補身補出入場的觀眾 是的 但問題是 普通人是補這個自覺性的 亂排的 或者他們 不補這個牌 你可以尋求大會工作人員的幫助 嗯 我們繼續問問題 是的 花心吃完了 那我先說一句 你這次就說 大家的期待到 因為都幾高 就是因為這件事 香港會參展 現在暫時來說 就看到 確認給了錢 和未確認給了錢 那堆同仁團體 其實大多數在香港 都是有參加過一段時間的 我們看到都 其實好像這個規模 比上次同仁區來說 真的多了 都多了不少攤檔的 其實可能 今次做起上來 可能會不是 一兩條街 可能會做得到整個 整個規模 當然 雙然 我估計 不會像去到C粒 那麽大 但可能都會去到一半 可能像早期的RG 第一屆左右 再少兩行左右 因為如果你說 過往動漫節 去同仁區 應該大概 只有三十個攤檔 三十到四十幾 五十以內 其實看起來很少 因為你擺一個行 只有兩個ROW 還有很多時候 有個尷尬的地方 就是當時 或者過往 很多大手 或者有擺的人 都會擺回同期 夏天的另外一同仁展 很多時候 就會是一些先行 或者是可能 一些 都是前後大家 會看到的東西 但問題是 現在 到了這個年期 局勢可能有少許變化 有些組織可能 就不參加某些展覽 如果轉來這邊 那邊 就變成要買 就要進這裏了 所以有少許不同 不過 我想問問摩神兄 可不覺得 這次CP 新來臨 有沒有過那麼多次 C3第一屆 來摸底 那樣的情況 C3第一屆 來試辦 那樣 你那個摩神兄 大家知道 第一件事 想問一下 會不會上去講一下 會不會上去座談會 或者有機會講一下 第二件事 你會不會對這件事 來講 你想希望香港的同仁圈 是這樣的發展 還是像以前那種 香港式的同仁活動 剛才何惟卿有三個地方 問了 我逐個去解答 第一個情況 就是大會 究竟是否是 試的方式去辦 這個活動 老實說 我知道的 其實都真的不多 大會的心意 是怎樣 真的要問回 當時的負責人 他們會最清楚 但是看到局面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我覺得他們是有心搞的 因為剛才何惟卿都提過 他將很多東西分得很細 分得細 給我的一個感覺 就是他們做事 其實是用心的 如果不是他 和他們清楚 如果他們不清楚 為什麼會分得這麼細 最簡單 如果你說 用一個資源搜索 類型的東西 或者說一些 舊年代 現在未必有人知道的東西 當年有人叫Winley 跟Share 應該有人知道的Winley 我想用過的人應該比較少 如果大家可能要找一些資源 大家要打一些關鍵字 去選擇 因為Winley的工具 你只能打幾個類型 所以你可能會打 同人音樂 或者同人字 那有一堆字 你自己設定了 可能你剔回這個架 那你就不會剔回 如果你說 以日本的角度來說 沒錯 MICKEY會分的企業區 封個同人區 同人區 同人區 同人區裡面 會有大家日常 最容易接觸到 最多聽眾接觸到 男性向的本 女性向的本 或者奇奇怪怪的東西 也都會有音樂 有遊戲 有一些研究類的書籍 有設定 所以其實日本本身 分類是可以去到很小的 就算你去到 《道府之月》 那類的店 甚至是他們本身的網上 網上的商店 它都會有不同類型的分類 即是它不會歸納做 是有本身的作品 所以如果你說它做 同類型 又有一個相似 因為它分的 小的程度 都是小的 那你不會說 像其他本地 另外現有的一些組織 那樣 最多可能就是分 男性向 女性向 你是18 你不是18 或者你是什麼 only類的 那它會有個 再小一點的分類 但其實有一個問題 始終就是 因為你說在香港 會做其他類型的 同人組織 例如說音樂 其實是比較少的 反過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除了畫本 也會出周邊 所以你很難去說 如果要強行選一個 其實它的分類 也未必一定準確 那這個也會是 另一個有機會的問題 不過其實我也想問 大家都知道 進去CW和RG的人 是不同於動漫節的人 動漫節的人 很多時候是一家大小 即是 拼了小朋友 到處走 旁邊可能整檔那些 叮當地亞籃球 或碟那些 那些 這次CW如果 在動漫節 改了一個 規模 即是 改了規模 跟人的活動 其實你覺得 人流那些人 的方面 會不會跟 正常 都抵擇 我們想的 會有距離 或者是 會不會 人們看到 跟人物味好像不一樣 或者是 會不會很大落差 這方面真的要好看大會的經驗和如何處理這個地方 如果說人流方面 一定會有一部分本身是去看剛才何瑋卿提過的動漫製品 或者是一些展攤的時候都有機會走過 因為始終我相信他們會放一些類似指示牌 告訴別人究竟那裏再走過去究竟是什麼 第一次應該會有一些可能在場刊上去解釋一下 究竟現在多了那些東西是什麼 告訴你究竟其實是怎樣的 裏面是會有些什麼 這些我相信大會應該會有處理到 但或者這樣說 我見到他們第一次這樣搞 我會覺得他們是有誠意的 因為他們始終再強調多次 他們是真的去了日本那邊去 有個聯絡有個溝通 這樣出來的話 起碼我自己 我自己感受到他們是有誠意的 這不算差的話題 因為網友寫過 創天同仁貪圍費用支援計劃 很神奇 平時你說CWRG 給了錢才做一個檔 不知道半年前已經預訂了 然後再進去擺檔 他就說 你可以先擺檔 然後再採取錢 你覺得是 因為你自己當主 你覺得怎樣看這個項目 其實這個方法 我也是第一次見 這個我也是第一次見 給我感覺很新鮮 又是那個問題 我會感覺到 其實他在這裡是有誠意的 因為好像有慧卿 剛才你提過的 之前那些全部都是 你要給了錢才和 你要這樣才和 你要過來 參與你的活動的人 先給了錢 但現在他反過來 我先做了我的部分 你覺得是怎樣的 然後你再給錢 他給了一個這樣的態度出來 我會覺得 就我自己參加的角度來講 我會覺得很正面 以及很樂觀 看到這件事 一開始他們給了錢 然後再做得 好像跟你說金 這裡就不同 我擺完整天 然後再給錢 我會覺得很深 給我的感覺 那我沒有擺到 所以要問問你 感覺上就像那些 直資學校那些 進來 然後又給助學金 雖然 不是很多人拿到 但實際上 好像是有這樣的 而且這次都很期待 因為香港的主要大售 都有賣的 例如呢 自己上網找 這些 一說完 就 不能進錄 排名不分 之後又不能進錄 很煩 大家看到就算了 又怕人情牌 其實不如說了這麼多 CV的東西 就是這個 夏天即將會有的 同仁Event 的東西 不如我們說一些 嘉賓自己的東西 這樣就好像很遠 對 其實我也知道 《機動魔神兄》 其實在同仁圈 原來的時間 劣力都不短 有一段時間 對 聽回來 好像你第一次參加同仁活動 是私得十多 十多 對 十多 都說短 很久了 就是不短 但其實 或者我再清楚一點 這樣說 參加 其實我又不是擺檔的意思 就是手持進去 就是手持進去 其實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是第十七 去的時候 不是擺檔的 純粹是作為一個動漫的愛好者 也知道有同仁這個概念的時候 就去看看 不入塵網中 嗯 怎麼 怎樣 怎樣 這樣 當時你的感覺是怎樣 給你的感覺 其實當時給我的感覺 大家 會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不知是甚麼題材 因為當時我真的不是很深入 未去看很多動漫作品 但會看到一件事 其實看到大家去做 去玩這方面 是很開心的 這是我會看到的一個情況 雖然說不是人流很多 但是 大家一起去 無論是參展的人 還是我們參加的人 我還是挺記得 就是大家都很開心 就是看到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看到 大家 就是找到同好 在這個地方 是 但當時我想問 私德十幾個時候 因為我未去的時候 我未知有同仁在香港 那時有沒有那些舞台跳舞 那些東西 我印象中 希望沒有說錯 我印象中就沒有的 沒有的 就是只買同仁 是的 那時有十幾個 應該是不是墨花神 剛剛那時已經不是 已經是搬去狗展 但沒有現在這麼多次擺圓形場 他們全部都是長方 小的 三樓的長方人 應該是 應該是 我反而覺得 會星的氣氛是不差的 某程度上 我覺得 現在比圓形場比較 圓形場 我私德十二十六有去 我第一年去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很臭 因為那年大家排隊 排到三十五度 排四五個小時進去 已經是焗到那些汗臭 所以二十六是最近黑歷史 真奇 我那時候排到五點才能進去 我好一點四點多 進去就不用你走到 總之大家 我進去三個字 然後吃韓燒 那好啊 我整班好像有些很大的男生 大家大汗臨來 你貼我 我貼你 那些肉 那些汗都夾著 很大股 那時候 這個是不是CP想學日本 剛才我都已經想問 他想學日本 是不是想學開場的地震 或者是筋肉的 戰獄環流 我想又沒有這麼誇張 他都要禁止手排 我都要 全部不想拼不同的東西 不知道 不知道這次會不會 不過說真的 我也知道 去CW 或者去香港的同仁活動 不代表每個人去都喜歡想畫 但是魔神兄 你是想畫 結果就畫 怎樣鍛鍊自己的畫工 怎樣開始 其實要開網 其實真的難過登天 很多時候都 是啊 是啊 可不可以說得很好 那我執筆那時候的契機 其實都是因為 和朋友去 有交流 那時候 其實剛好 讀書那時候 認識一些朋友 都是畫畫的 也都喜歡動漫畫 當然自己也是 隨著自己看得越來越多的時候 都很想去試一試 去自己都表達一下自己喜歡他的感受 於是就開始了我自己執筆的一個這樣的興趣 你由彩圖開始還是由一些同仁漫畫 即是黑白漫畫人 開始 我連漫畫都不是 因為我是就這樣拿一張筆 拿一張紙在這裡畫 哇 勇者 咦 那就是自學 即是先守賄 是啊 其實是難的 真的 這件事 就是自學 還要闖去同仁天地 其實真的 不是這麼容易的事 其實感覺上 嗯 可以這麼說 當然 還有一句 不是說跟著其他同仁圈去 其實在香港的同仁圈 怎樣跟同仁圈 建立一些關係 或者建立朋友 其實說真的 大家都知道同仁圈很小 有時候大家也未必說 但因為經常賣東西 就未必說很容易大家做到交流 有時候很繁忙 其實在香港同仁圈 要認識朋友 怎樣呢 我們都知道其實是難的 不過我想問問摩神兄 大家是怎樣 如果在香港的話 我自己的方法 就會是 可能會走去 見到大家喜歡的一些作品 譬如說 或者自己喜歡的一些作品 這樣就會走過去 跟別人去交流 會突然真的會走過去 在當中談 試過一次 我很印象深刻 那次就不是我主動走過去 是有人主動走過來 就是因為我和那位朋友畫的作品 不單是內容 是主題相同 是通方的 因為我曾經畫過東方 他也是說東方 而是大家的名字都是一模一樣 去到這種情況 真的很有趣 他走過來 因為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和另一個朋友出了這本 突然間有一個人走過來 想跟我們交換這本同仁圈 拿了自己的同仁圈出來 一看之下才知道原來的名字 大家都是一樣的 然後大家就開始去談 和交流 你說那個是社民園文? 封面不是 封面我是紅魔館的人 我想問一下動漫作品 你其實是不是對東方的作品很有興趣呢? 其實是一直都很有興趣的 因為其中一個令到我畫同仁的契機 都是東方 而且我第一個出的同仁寺 都是東方為主題 那你有沒有說哪個角色你最喜歡? 其實很多人都很喜歡 因為我看那時候 東方都已經很出名 在同仁界那裏 已經有很多人 就著每一個地方的一些角色 已經有去建立起他們的主題 或者是相關的屬性 再加上自己身邊也有朋友去玩 如果你問我自己最喜歡的 現在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些角色 我會覺得是 就是社民縣文或者是摩尼沙 社民縣真的很多人喜歡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張海報有那個想法 所以他講東方的第一個老人 都想到 咦?是不是這個呢? 就是這樣 I am又餵眼了 當然了 說魔神河那邊 當然要說機動那邊 我都知道你對機戰那類東西非常熟悉 所以今天阿柱琳會在這裏 反過來我想問多一點東方 是 就是現在這幾個年頭 唐人家又多了 多番人說東方 無論你說本地也好 你說日本也好 其實你又怎樣看呢? 我自己會覺得 都是一個好的字 因為東方 剛才證明好像I am這樣說 是少了的 現在多番人 大概三年前多吧 是的 我自己的看法當然我是歡迎 因為 除了我自己本身有畫 自己有畫開之外 我也很喜歡去看 看到這些的時候 我也會很開心 因為始終是多了些東西看 或者是自己覺得機會多了 會不會是可以是 自己下次一些主題上面 都可以出回 繼續是東方 去試一試呢? 對東方的發展 你覺得他會不會 未來又可能會走回下坡 還是會慢慢上去呢? 你自己大概的估計 在同人圈的 受注目的程度 始終是由同人圈開始 我自己會覺得 東方始終一定有 他的叫助力 我又很有信心 覺得他不會太沉 一方面 我又會自己這樣想 這些他究竟是 會不會更加輕盛 好看我們自己 說同人的人 究竟是有沒有堅持 繼續做 其實我覺得現在有個 挺不好的感覺 因為近一陣子 特別是 太多男糧 不是近一陣子 去年開始 去年開始都很多 FF都很多 所以我可以很老實說 上年Comic K 好像什麼都沒有買過 因為我都不玩男糧 我買些男糧回來 那些人都不熟東方 是我的 那不緊 那你一個 那一點是 這個問題是 這個誇張一點 純粹是 但是 如果你說那個市場 是二分到接近 就是 東方和男糧 其他那些是很少的 我覺得對同人來說 不是一件好事 不過大家 我感覺不喜歡這件事 大家有沒有想到 近這幾年 其實你對同人圈 越來越多一些 例如 男糧這些遊戲 或者 P&D 那類的出現 其實 會不會感覺上 好像 P&D 是沒有這麼誇張的 我明明說 好像男糧 那些固定傳播 洶湧出同一批 同一類的作品 即是 那期就是出了期 沒有其他的 以及以前是動畫 牽頭 正在說 那個故事背景 是比較薄弱的東西 類型的作品 好像只是靠一堆character 食虎 那你又怎樣 東方未必算 東方就不是 東方的故事 有的 還有可以產生的故事 有的 香港 但是我覺得 藍良反而 其實我們有些 可能不太熟 Love Live 那些 Love Live有些動畫加持 又不能這麼說 所以我反過來 但是你說 可能會不會這個趨勢 你又如何想想 好像遊戲主導了 我會這樣看 始終同仁這個活動 很講求 究竟對方 能否支持你的作品 那支持的意思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去買 很多時候我們自費 甚至乎 我們付出了 然後我們沒有收獲 在這個地方 很簡單一句就是 坐食就會生崩 如果我們沒有人去買 我們的作品的話 遲早有一天 就算我們的熱情在 我們都要 考虎難為無米趨 都會沒有錢去 繼續去經營 剛才何華卿或者 I am提的那個趨勢 他們去 有些什麼新的遊戲 多人玩 而去出那個遊戲的一些作品 那這件事 我又很 即我的態度 又會覺得是 無可厚非 如果沒有人 沒有多人去支持 自己畫出來的作品的時候 他們就很難去繼續做下去 但這一個我亦都看得到 其實是 這個局勢的改變 其實都很隨著 整體上 ACG這三樣東西的文化 趨勢去改變 具體的說 就是 具體的說是 ACGN ACGN 是的 謝謝 ACGN 看到的趨勢就是 近期 因為都不是近期的 隨著手機 或者是一些apps的一些遊戲 他們不斷地冒起的時候 多了人去玩 多了人去玩 多了人去玩的時候 就自然會 容易些去吸納 這一方面的人 去支持自己的作品 因為我們說回他們的東西 在這個地方 會見到 其實他們很努力去掙扎 去生存 可能有些人 是真的會 不太建議這個情況 就好像剛才提過 就好像說 沒有了內容 我又會這樣去看 就是說 每一個人 他們擅長的領域 都不同 有些人可能 真的想故事很厲害 他們可以寫小說 但是就慘了 那是不是真的 那麼多人 會喜歡小說 可能會有 但是 這個情況 有的 我知道是有的 是有的 我相信一定有 但是會很擔心 我都很明白 他們的心情 就是說 我自己很有熱情 去對待自己的作品 但是未必別人是這樣想的 那麼我們 如果要生存 去努力去生存的話 我們就需要去做多一些東西 去吸引別人 有些人可能是 本身的才能就是 我只是畫畫會很厲害 就可以很吸引很多人 那麼他專注去畫畫 那麼 在這個這樣的角度來講 我就會 就這樣看 就是說 他們只不過是去努力 做好自己能夠做到的事 那麼這件事 站在這個立場來看 我會很欣賞他們 說回你說 一些可能 反過來 如果不跟風的人 他們的做法是什麼 老實說 本地的活動 基本上 我除了做事之後 我是不會去的 現在已經是 因為你說 我自己喜歡的一個 就是 我當年 大概六七年前 有一個組織 我自己很喜歡 名字我不說了 免得了 我覺得 在當時 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都對這個圈子 有這麼一年 都知道 六七年前 本地的畫風 是怎麼一回事 大家都了解 那是我唯一覺得 可以跟日本匹敵的內容 但是很無奈 大概五年前 他消失了 那他畫的東西 就不是畫繪本的 他也是畫漫畫的 但是他畫的漫畫 他也不會跟主流的風氣 就是他自己那時候想畫什麼 就是你會看到整個場 只有他一本作品 是在畫那樣的 會是這樣的 其實我也很記得 他也是有一番 一年多 有一番 蘇根和滄桑的 一位畫師 所以 就算他堅持不到 我也理解 反過來 看日本那邊 講一個大家可能比較近期的一個例子 現在播放 這個魔法高校劣等生 我想在這套東西動畫化之前 出的本基本上是很少的 如果大家會看到的 比較少 甚至在《苦珠》的分類度 其實都是一版的 但是他動畫化出了之後 當然是多 之前的已經有一個人出了四本 簡單一點說 我們有時最喜歡的 《Deep Snow》 問題是什麼呢 《Deep Snow》那位原畫師 本身是有商業向的連載的 所以你說他在收入那邊去支撐 其實 跟人不會有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很無奈的問題 如果你說日本那邊可以做到就是說 用另外一邊 用A去支撐B 那你就會覺得香港有一個問題 就是 香港如果你的畫師想繼續 如果你的同仁得不到支持 你可不可以在你其他的相關 那些作會收益裡面可以支持到呢 那應該是比較困難的 除了個別的大手之外 就算你沒有其他支持 即是日本那邊的Coin Market 他本身人流不夠 即是你出一些小量小量提材 例如有一個人在日本那裡 我就說抽支阿姨 卡羅 我就說抽支阿姨 其他抽支阿姨 我完全同意這一方面 這樣說 我自己 舉個例子來講 香港其實 我自己 都有接開一些商業稿的工作 雖然有一定的數量 但很老實說 就好像剛剛三位主持這樣說 其實真的不是很能夠支撐到 即是我自己同仁那邊 我另外還要去付錢出來 或者這樣說 即是我這樣說得這麼空泛 真的不是那麼能夠參考 不如簡單這樣去給大家一個這樣的解釋 例如說你可以上去一些印刷網去看看 究竟我們印一些同仁字的時候 是需要最低的印數是多少 又或者印了這個數量出來的時候 我們需要先付多少錢 先不要說我們能不能夠賣 只是說要多少錢 至少我自己計過計盡 都要四位數字 我畫一幅畫 我都未必會有這樣的價錢 有時候 所以在這個情況 我自己都真是很同意 都很相強調 都很同意三位主持 提出這樣的想法 邦邦先生 我想問 如果真的要同仁區賣 這些東西 是不是現在的趨勢是去到 不賣精品是不行 或者甚至是越賣多精品 越好 現在是差不多出生 出一本和一本 可能要出十人精品 這樣來掌握 其實你覺得這件事 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我很同意 因為我簡直是 以前擺過一些檔案的時候 簡直是有人這樣問我 他說 你們買不買紙袋 或者你們有沒有紙袋 或者甚至乎 你們有沒有一套 老實說 其實我聽到這個 就真的是 八感交集 我有開心 但是有傷心 開心 當然是因為他們想要我一套 我感受到讀者的支持 傷心的就是因為我沒有錢 這件事真的沒有辦法去 怎樣再說都沒有用 沒有錢就是沒有錢 沒有錢已經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沒有錢我就做不到更多的事情 不過我想問有時候 為什麼要買這麼多紙袋 那些人都不明白 有人喜歡儲紙袋 我有段時間都很喜歡儲紙袋 說一下我的經驗 我去到那個檔案 因為我是這樣的 走到那個檔案 通常我熟過畫師 我就知道他有沒有什麼新本 不熟那些 你有沒有什麼新本 很麻煩的 你有什麼新設計 一次的檔案給我 這叫豪邁 你不用去老林 如果不計行 買得最多東西都是你的 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 如果進場的時候 我本來不放相機 那會不會有位置 放一些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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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壓爛 壓茶位太厚 你有電腦的檔案 你不會放一些檔案 電腦的檔案 當你買了十多二十本 你會發現 紙袋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應該要一個 白階袋 白階袋 白階袋會歪的 紙袋會清 他需要因為檔案 幫他拿這些紙袋 你明白嗎 老婆不可以幫他拿東西 不是他幫你拿東西 你搞錯了 你的老婆定義太難 所以不算 總之是 人人 但問題是你 剛才你說紙袋 是否有這麼多紙袋 要不要呢 其實是不需要的 當你發覺 買了幾架幾架買之後 家裡一堆紙袋 拿出街 你不會用這些紙袋 我一定不會拿出街 用這些紙袋 動漫人物的紙袋 就是紙袋的問題 哈哈哈哈 就是什麼迷你紙 那些 所以有時候都沒有辦法 始終跟別人的東西 始終都是 有他的 怎麼說呢 始終在創作方面 或者在銷售方面 都有他的限制 講完紙袋那邊 老實講 如果你說紙袋 其實大家想一下就可以了 你說小小小的紙袋 可能是B5本 他的紙袋可能是大過A4 那種 例如說 35cm左右闊的 一個紙袋 不是很大的 那些 你要擺放 我相信是不難的 但反過來 如果你那種 是一個很大的紙袋 就是說 我說的是 大過A3的紙袋 兩個A3那麼少 或者甚至是兩個AV的紙袋 那你又會考慮 我想一個正常的紙袋 你除了一張 就算把平擺打橫 都未必的 因為那個紙袋不夠深 那反過來 你要擺放的倉 也都很難去找到一個 這樣的尺寸的紙袋 或者夾 那你要找畫卷呢 畫卷你的紙袋又是膠 你又捲不到 那麼大 我個人經驗 我用什麼擺放呢 我買電腦螢幕 22寸的 動力就是 我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交代 可以代替所有的紙袋 講完 割足其包 給大家 那我先兜一下 魔神兄 那我想有些 講來的同仁圈 也想講一些同仁活動 先講回同仁活動 講同仁活動之前 都講一下 因為我認識 魔神兄在 港大的Cosplay Party 有同仁活動 對於大學的同仁活動 你怎麼看呢 這麼多年的development 有什麼契機 我知道你有幫港大的動漫社做封面 以及做長刊 不知道長刊 是月刊 月刊還是貴刊 是月刊嗎 有的 很長的 有幾十頁 貴刊 文章 我看你畫了很多 以前不是中大多些嗎 港大也很多 不知道 二個字叫中大動漫極惡 我年輕人聽過 港大也有 港大也有 也有網上版 有CS版 可以上去看 我看你畫了很多頁 那契機是什麼 我看你好像名謠顧問 差不多去到那裡 有些太過 太台舉了 其實香港大學 那個學生會 動漫學會 我是認識他們一些人 因為我平時都有去做他們的會員 還有去借他們的書 那個契機 其實就是 我有參加他們的角色人物設計比賽 就很慶幸 得到評判上色 就拿了金獎 那幾個評判 都是港萬界的其中一位前輩 是呀 是呀 都很好的機會 讓我認識到他們 認識完那些前輩 然後也開始真正有跟他們交流 因為我畫了那個人物 已經成為了他們學會的一個吉祥物 可以說一下我名字 是呀 叫Hekiru 因為有一次這樣的機會之後 除了幫他們繼續去畫一些吉祥物之外 以吉祥物為一個中心 都有幫忙繼續去畫一些封面和封底 有時候兩邊都會有畫 因為我看你都畫很多 幫港大用這個碧樓設計 其實碧樓設計的想法 我們都很多在比賽中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的聽眾 介紹一下你的碧樓設計 要是戴一頂白帽的綠色長頭髮 可以這樣說 是 其實那時候就是 就著那個比賽的一個要求和主題去做創作 其實那個比賽的主題 就是你要創作一個 跟香港大學有關的一個吉祥物 也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發揮的空間很大 所以在這裏 第一件事 我就去找很多跟香港大學有關的事 去做一個聯繫 角色上面 他那頂帽 其實是源於我 見過他們香港大學的一個 博士研究生畢業的時候 那件畢業袍 那頂帽去演化出來 另外就是 心裏面原先的構想 就是可能比較依著比較古代一點的 但是又想想想 又 大政風 可能有少少這樣的 大政風古代 是的 但是後來又想想 香港大學其實之後 或者比較近年 他剛剛有個八周年校園 那他那個很強調一個位置 就是 就是要 給人感覺就是很粗雙創新 或者很想去展示一個活力和一個新紀元的感覺 還有他的用色上面 特別是他的標誌 我看到他的標誌 那又給我一個很強烈的印象 這樣的用色主要是綠色和銀色 把握著這個標誌去設計 然後再加一些比較現代的科幻的感覺 於是就創作了這個角色 其實你說動蠻圈裡面 綠頭髮是比較少的 有 大家想過一個 心跳回憶第一集 大朗來計比較少 我想到了 你怎麼想到了 我想到了 我也這麼說 而且你要知道 綠色都分很多綠色的 我們是很尷尬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蠻搶眼的 是啊 說真的 因為抗U始終底色是綠色 始終是主調色 所以都很配合那個題材 但他那種是很深的 那種綠色 在類近 不過也想問一問 你去過多少大學的同行場 或者本地的同行場 其實對於本地的商業同行場也好 大學的同行場也好 你有什麼看法 我這樣 我從兩方面的角度去說 第一方面 我就會覺得 自己作為一個參加者 入場的參加者 來看 我會覺得 如果以規模來說 相對來說比較小 因為始終 他們在大學上面 可以拿到的位置有限 而且畢竟在大學 你能夠借到的地方會比較少 或者就算借到的地方 本身它是比較少 第一個小就是會場的數量 第二個小就是會場 那個會場本身可能是一個空地 一個房間 對 一個房間也很少 這是一個先天的限制 我很明白 沒辦法 第二個就是 暫在我了解 現在香港大學 動漫學會 他們搞的一些同人動漫的活動的時候 我所理解 他們是很難做的 為什麼難做呢 就是因為他們原來借學校本身的地方 他們自己都要付錢 這件事我聽起來 我都有點驚訝 就是為什麼自己學生 在自己的學校 搞一些跟學校有關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興趣的學會的時候 都要付錢呢 原來他們就是要做維修 很正常 對 很正常 你去屋院會所都可以付錢 現在 但是租用費用都挺貴的 因為他說一個小時要100元 聽回來 他只會跟你說 你不是學生 你便不能租 那意思 對 但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他們可以得到的資助也很少 因為他們不是一些 叫做主文化的一些學會 即是學會研討 對 是的 他們不是學生研討 那我見到的情況是怎樣呢 即是錢方面的緊絕程度是怎樣呢 對比其他主文化的一些學會 一些主流學會 譬如說一些統計學國學會 他們甚至乎有自己一個 他們所謂叫做數房的一些房間 很大間 那能夠得到的錢又可以多很多 那我聽回來是多些的 相對來說是多些的 那現在香港大學動物學會 那個位置是什麼呢 其實簡單來說不是一間房間 那是什麼呢 是一張長桌 長桌 對 如果你去過你都會覺得很驚訝 我第一次聽過我都覺得很驚訝 長桌 那就是一個這樣的位置 就已經是他們處理 即是處事辦公的一個地方 那那些書怎麼擺 那些書就是圍著一張長桌 好像一個回花莊 那樣在後面 對 很辛苦 我會很欣賞他們的精神 就是在高度限制的環境下 他們都能夠放心出來做事 那這個也是 呼善剛才我另外一個契機去幫他們 就是我自己很願意 就是我見到他們這樣做 其實我心同感受 我自己都很辛苦的時候 那我見到別人都是這麼辛苦做 那我會很願意去幫他們 那種資源緊絕的同理心 是的 就是我會 我見到他們這樣 我自己都覺得 是不是應該都要做些事 是不是 需要幫一幫他們 不過我是這樣想 嗯 那聽到都很有心 就是幫這個動漫社 我這樣說 那但是說回 就是除了大學的動漫活動之外 那我想說回 始終都是香港或者本地和海外 就是最後我想問 就是你會覺得本地和海外 你有去 我聽你說說有去內地的 是 就是動漫活動 或者同人活動 本地你也去得多 嗯 其實也有參加 其實對於本地和海外的比較又如何 那還有 本地的同人前景 其實你又是怎樣想呢 那先我講講的比較 那這樣先 那除了中國大陸的活動 我也有去過一次之外 那都想說 其實Comica 其實我也有去過一次 是的 冬天還是夏天 夏天 真是辛苦 有有有 那陣子都 真的親眼見過 有陸陸 很大件事 因為我們最記得 我們去FF 我和有馬 就在台灣訪問 一個鷹野路老師 和他的金牌經理 他們說 喝水是會死人的 是的 日本那邊都一定是 那陣子都去40度 那陣子 就是50度 很難理解 高溫度高人數 我很難理解 其實我很難理解 怎樣 充滿電解釋的飲品 你也明白 入到天堂之後 你會說 頂住了 尋找羅里的天堂 不一定羅里 我舉例 這個我也想補充一下 裡面都是沒有冷氣的 入到會 裡面都是沒有冷氣的 你好知 冷氣在心中 哈哈哈哈 冷氣在心 如果是這樣解釋 好像本地 本地就是 冷氣充足 但是 你說比較上 我聽你講 好像 你較為覺得 外地的同仁活動 是更具規模 是啊 一定是具規模 因為 其實見到 人是多很多的 沒有辦法 這個是更加先天的一個問題 香港的地勢 人多 但是多極 你都不及日本多 整天我都聽人這樣說 他說 香港人少 是因為 在香港 這麼多市民裡面 喜歡這次文化的比例 是少了 沒錯 其實 比例可能在日本也是少 但問題是 日本的基數大 那麼 當基數大 你就算 百分比是少 你人也是多 不好意思 我再給你 不是 你說人數 如果說日本 comicare 人數 其實很容易理解 一個概念 日本comicare 搞三天 每天六個小時 他的入場人數 是等於一個星期 香港 書展開全天的人數 是啊 很容易明白 所以 真的沒有得比 我都拿下 一些日本經濟數據 其實日本的動漫所產生的GDP 是大約百分之十 就是去年的數據 那 你怎麼做 香港 香港可能動漫界都比 娛龍界差不多 那怎麼做 應該不是 更加少 好像不是很少 香港動漫界 不要說動漫界 創新的產業 創意產業 其實不是很小 不要覺得真的很小 最慘的是我們 給人的感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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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小 還是沒有人當你創意產業 才知道 這是兩樣東西 對 你問我看香港 還有另外一個 關於動漫的看法 我自己這樣說 就是 這個不單是我自己的見解 也是我聽回來很多朋友的看法 就是 整體市民 看這個動漫的觀點究竟是怎樣 那我的想法就是 他們有一個這樣的 先入為主的概念 就是覺得動漫 一定是給小朋友看的 當然我自己當然是不同意 但是我沒有辦法 阻止別人去這樣想 那為什麼 這個事情 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香港人 大部分人會這樣想 看到的就是 他們有時候 不會對香港的動漫 或者 可能略為 爭了包容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嘩 好容易 不要亂說 或者這樣說 可能有些時候 他們會這樣看 就是會說 動漫畫 因為他們 是給小朋友看的 所以他們 不應該 有一些成人的內容 在裡面 這個是 我看到的情況 我覺得香港 怎麼說呢 始終 趨向是保守一點點 其實當年 播成事獵人 都很多人說 萬波 好什麼 好色 就是 每個地方 保守 始終會有 但是你說 香港 是不是特別厲害 這件事 我都覺得 香港人是 傾向保守一點點 在這件事 而且始終 只是說一句 始終他們 和動畫 和卡通 是分不開的 這句話 這句話 他們覺得是一樣的 當然還有一件事 等於我上次 C3採訪 我看到一檔 是Figure 竟然可以用 公仔來用Figure 我真的 覺得 是不是Figure 和公仔 這麼難分別呢 是不是 去到這樣的地步 而且那一檔 CV也知道 大會正式 那些 就是本地正式 你承認你 做Figure生意 你都說 這些是公仔 那外面的人 會怎麼想呢 是的 我覺得 是不是要 香港人 是不是 不明白到這個地步 我相信 不要這樣 香港人 雖然說 是有一大人不明白 其實可不可以慢慢 慢慢扭轉他們的觀念 相信 其實香港人 是聰明的 也有很強的應變 和適應的能力 現在我看到的情況 就是 很大的對比 我會說 和我第一次去CW 那個情況去比 我看到其實COSPLAYER 是多了的 了解動漫畫的人 也是多了 這是我可以看到的現象 譬如說 簡單來說 我自己也認識一些女同學 其實她不是一些動漫圍 但是她也會有看動畫 我可以跟她聊到 而且那些不是說 很出名 Drum那些 海賊王 不是說那些 不是火影忍者那些 而是說 虛遠遠的一套作品 CYCHO PASS 我聽到之後 我會覺得 那些 那些 不是很冷門的 相對 很多人來講 可能 未聽過 會這樣 簡單來說 香港有播 就是 非常多的見本 香港沒有播 就叫做冷門 那些 那些 可能六七成 都說不出名 那些 就是超冷門的 因為有些人 六七成 都說不出名 那些叫做立法會議員功能組別 那些叫九成 你錯了 六七成 對 因為有時候 你會聽到一些人 說 我只看《可冊王》 但是 他會這樣 戒定自己 說喜歡動漫畫 但是 問起他其他作品 他未必會看 或者 我這樣說 在足球上 你懂得施朗難度 那是否說 你叫做 喜歡足球 你只懂得施朗難度 這件事 我真的有少少保留 但是我想問 最後 我想問 你對香港本地的動漫發展 也好 我知道你從動漫 自從幾年開始 到現在 你對他的發展 又是 怎樣想 香港整個動漫 動漫展的 慢慢的 development 還有未來 在香港的動漫 的發展 其實是悲觀 還是樂觀 還是 將來香港的畫師 都可以靠 純粹靠動漫業 來 找到一個 離生的工作 或者可以創造一個新天地 你都知道 香港現在 很多的畫師 或者很多同行畫師 基本上是自己在運工 可能大家都知道 那 發展空間 你會怎樣想 從這方面 發展的方面去講 我又想去 講多一點 剛才提到的一個地方 就是關於一些手機遊戲 那 我見到的情況 就是現在 越來越多手機遊戲 霧氣 那 這個是 比較 令多些人 容易去接受的 一個玩法 因為首先 第一件事 它很容易玩 第二件事 就是它大部分地方 是免費的 課金那些 另外 零計 但是 主要是免費 這兩方面 是很吸引人的 特別是適合香港 這個這麼繁忙的時間 譬如說你上班 上學 你拿起一部手機 你其實可以上網 你也可以玩到 這方面 這麼高度 就是叫做入侵性的 一些 遊戲 那裏面 如果 對於一些 畫師 能夠去 請多些畫師 去畫的時候 我覺得 又未嘗 不是一個 出路 要殺出一條血路 我會覺得 或者舉一舉 我自己一個例子 我最近都有一間 新的 一間 做手機遊戲的公司 去 請我去幫手 畫一畫 幾個人物 我很多謝 在這裏 我都想趁這個機會 多謝那間公司 但因為 其實我簽了一些 保密原則 我不可以透露太多 希望大家多些 去留意這方面 香港 或者又說一說 現在已經有的 現在已經有風聲 例如火狗空房的 星界之梯 都是一個好的嘗試 在這幾方面看的話 我自己也是 持一個樂觀的態度 還有 我相信 你做任何一件事 都好 不一定是動漫 你的心不在 你不想得樂觀 你是沒辦法 持續下去 所以 我 我自己作為 想繼續去 多些發展在這方面的人 我自己 都是抱持著一個 正面樂觀的心 然後繼續去做 凡事精面 凡事精能量 哇 真是前途正大光明 但是 精能量可以 但是 包容是未必得定得的 哈哈 例如那些排隊那些 好 最後呢 看看 任馬兄有沒有補充 沒有的 我比較悲觀 那我就不說了 哈哈 看看 樂觀與悲觀 今晚也很感謝 阿基和魔神兄 不要客氣 手道來我們訪問 手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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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多謝何偉卿給我機會 不要說 這裡還有兩個主持 也很感謝兩位主持 不要緊 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就是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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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